每天要跟老大人可以吃健康 超短天的二宿社区广化的古店 就要把你用生的库典以及收拾料理 不来让中部的客室煮食 头过的钢子也记得 大家都开始打手 不来做这个收拾的馆子 如果是好吃也很健康 所以这次的库典是让老大人熬到很高兴 也将跟老大人平常是生化生的处理 好快 过年期间大一大肉 有可能会让身体没什么负担 为了感觉过年时继续一个游戏 教室社区关怀的古店 特别要请工师来给大家 如何有保险的观念 来製作熟食的料理 让食堂改变饮食的习惯 为其身体健康 今天是我们关怀的据点 就是过年后的第一天 那因为过年的时候都大鱼大肉的吃 然后今天我们就是跟 特地跟那个南平 研修院 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 然后来教教大家就是怎么 就是建筑啊 运动 还有就是说 养生 怎么吃怎么养生 怎么健康 然后除了这样子的话 还有教大家怎么做素的狮子头 刚才好的丸子 他不是用肉做的 里面是包金尖以及生菜 吃到不但用心 还可以得到身体健康的目的 是由这些基民非常加益 这次安排的课程 社区院办这个活动 是对我们的老伙子 是真的好 做一个养生的 和我们做这个 熟的丸子 还有熟的菜 让我们这些老人 很健康 品尝看看说 大鱼大肉后再吃这个 有什么不一样 那其实对自己的肠胃啊 还有身体 也是注意很大 为了要的食堂 吃到健康 社区关怀的鼓点 特别安排这个课程 让其民可以合适 如何制作健康的食品 也希望可以做出改变 他们的饮食食管 我们会去各社区呢 去推广身心灵环保 还有健康 饮食 素食 等等的这些观念 那希望带给呢 我们各地方的这个 老人家啊 还有乡亲啊 大家有这个身心灵健康 然后推动善良的社会风气 过年期间 免不了大鱼大肉 不然的情感负担 也有可能的饮食 身体出状况 社区亚在新年开始 办理健康的客厅 合适做熟悉的料理 来由其民 担着身体健康的目的 既然爱转 常有报道